麻豆道场布施功德主 李亚雄师兄的千金 佳化师姐 于4月11日举行文定 佳化师姐的文定之喜 是麻豆道场的喜事 也是王禅老祖师尊 嫁孙女 一早亚雄师兄 以席兵礼盒 供养王禅老祖师尊 新郎官在上午酒时抵达 双方入座后 新娘佳化师姐 手捧红盘端茶 奉请南方长辈喝茶 待至及时 于神明及祖先前 开始订婚仪式 新郎新娘在 梅仁婆的指引下 互换戒指 并上香禀报 家中神明与祖先 接着转至麻豆道场 礼拜禀报 王禅老祖师尊 祈求加持护佑 完成订婚礼仪 麻豆道场 住持原姓法师 与贤士同修 出席这场 祝贺麻豆道场 王禅老祖师尊 嫁孙女的喜宴 原姓法师也受邀上台 代表师父 上混下缘禅师 以及道场 祝福这对新人 微信电视综合报道